台北有花博,而2011年的西安有这个世界园艺博览,强调的是环保理念 举办的地点是选在这个产坝区,原本是垃圾堆田区,现在是摇身一变,成为了环保生态区 我们来到西安这一天,天气不太好,因为入秋了,正在赶工的试园会工地,有点灰蒙蒙 主要建筑长安塔,今晚笼罩在雾气当中,已经能看出未来的雏形 唐玄东,杨贵妃在这里主持召开过一次商品交易,文艺演出,包括水上娱乐 在这个一千年以后呀,在这个地方基本上,世界园艺博览会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 唐代歌武生平的景象将在这块土地上重现,1960年始创的世界园艺博览会这次选在西安 强调环保绿色,您相信吗? 主办地点产坝生态区,曾经是垃圾堆田区,经过多年努力,现在是一片绿油油的新兴生态区 2011年西安市园会将有四大建筑,三大特色区及五大园艺景点 以天元长安为主题,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中天新闻,陈志文,陈正汉,陕西西安的采访报道 中天新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